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 好的 很小声 很小声 很小声吗 大声吗 因为这里 很小声 你的声量可以开大吗 开到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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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不会小声 你相当大声 我的OK 我也是OK 每个人都OK 多数人OK 我们这边都OK 我OK OK好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 那我们来 大家下午好 我的名字叫Josua 我们现场也有 包括我们的那些大使 也有20多人 那我会用中文跟英文 跟大家一起来讲 Good afternoon everybody I'm Joshua I have a team Digital Ambassadors with me today We are based We are right now at ReadyMass Cyber Room ReadyMassCyCyber Room So I'm going to share with you about today's topic on the app how it can help us to improve our lifestyle right so beginning I will use Mandarin then followed by English to explain to you what is today's topic okay let's begin let me can you see my screen now let me share make sure I share my screen okay all right oh sorry I have to do this center view hmm okay all right so today I'm going to talk about Google Lens you may find out what is Google Lens maybe you you are not sure where is it but I am going to show you today we are sharing Google Lens so I will start with Mandarin and then followed by English later okay um 大家好 那今天要跟大家 分享的就是 谷歌的 所谓的 智慧的 那个镜头啊 或者是 有的一个 叫做智慧相机 好 这样 为什么还会出现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学的 什么是谷歌的智慧 那个相机或者镜头 那到底是怎么样用它 还有它对我们的生活带来什么好处 啊 然后呢 就是要学习怎么用它 所以 这个 谷歌 这个智慧镜头 其实跟我们就是 息息相关的 对我们的生活很有帮助 那什么是谷歌的智慧镜头呢 其实它就是一个 视觉的一个 搜索引擎 其实它已经在 大概 2017年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 取动了 所以呢 只是说我们 很久不知道 大概到现在也有 五六年了 五年的时间 但是这个 谷歌的智慧镜头呢 它就是不断的更新 所以它是通过 我们叫做AI 就是智能 AI啊 现在的话我们大家都 人工智能啊 现在有很多的人工智能 已经加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 那它这个谷歌呢 它就用这个人工智能 通过这个照 我们手机的这个照相机啊 这个镜头啊 来捕捉 所有的形象 就是那些图像啊 或者人物啊 或者什么东西都可以 它会捕捉 然后 来做比较 有时候它也能够捕捉一些 文献啊 好像 好像我们有一些 可以看到我的 这里可以看得到吗 前面的 我这里有本书 因为有些书本啊 它是很旧的 不可能在上网找得到 还是找不到 这个是我的日文书啦 以前我学日文的 或者是那些 烹饪的啦 你会看到一些烹饪的书啊 我先给你先讲一下 反正这个烹饪的 你就买不到了 因为已经是 以前我在大众买过 这个也有十多年了 都已经很旧很旧了 十多年 当然是没有了 那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智能镜头呢 可以把它捕捉里面的 就是那些 怎么样的那个做法啦 就是 怎么样做公保鸡丁啊 什么什么都可以 都可以把它捕捉下来 然后放在我们的手机里面啊 或者可以跟别人分享 它那个 不只是说只是拍图片 它会把 原本的那些文字 变成可以 我们可以自动 可以编辑 要不然普通我们拍照 只是把那个 开上去 就是图片而已 好看不好看 或者拍歪了 都不会改 但是这个 谷歌的智慧镜头 它能够把它捕捉 图片变成文字 就可以发送 就可以更换 就是它这厉害的一个地方 然后以前呢 通常它是一个特别的一个应用程序 现在呢 它是完全把它加入到我们手机里面 好 我们来继续看一下 那到底它有什么功能呢 它有 大概也有七个功能 大体来说七个功能 其实它有更多了 但是目前我们 就是这个七个呢 已经是够我们用 好 那第一个是什么呢 第一个当然是 很好的一个工具 就是语言的翻译 我们常 现在的人都常出国啦 以前的人出国啊 很麻烦 就是说 你必须要懂得 另外一个国家的语言 你 或多或少 你要学习一下 那 我以前是有学过一些日文 所以我去日本 就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我又没有学韩文 我去了韩国 我就像一个哑巴语 他们也 不会那么 说 英语 那我去的时候 大概是两千年 就大概二十多年前 以前没有所谓的韩剧啊 什么的 因为韩国啊 我只知道就是泡菜 去了泡菜之后 怎么会也不懂 只知道跟他讲 就是早安啊 午安啊 谢谢这样而已 到现在我还是不会韩文 因为我没有学 好 所以呢 有了这个语言翻译啊 它是真的对我们很好 你去到国外 你看到那些陌生的字 一个不认识的话 也不用紧 不管是阿拉伯字啊 不管是土耳其字啊 或者是南非的字啊 还有什么 泰文啊 纳米尔文啊 什么文都可以 这个谷歌的翻译 他立刻 他立刻就把它改出来 不止这样 他还能给我们发音 所以他这个功能是很好 第二点呢 就是文本阅读或者复制 如果你看到一个 好像说 这里有一些 中文英文啊 我这个本子上面 有中文英文 那你要 叫他读给你听也可以 普通相机 你拍就是个照片 不能读出来的 但是用了这个 谷歌智慧镜头呢 他就能够捕捉上面的文字 而且一一的读给你听 他能读 就好像你要读报纸啊 你的眼睛看不到啦 就是说 字体太小啊 只要用你的手机拍 你要阅读 他就阅读给你听 是相当的准 因为我已经测试过了 相当的准 第三个就是搜索功能 我们有看到的搜索功能 这个就很普遍啦 我们常常搜索嘛 上网 好像我要买这个东西啊 买那个东西 通常我们都上网搜索 这个功能是很普遍 第四个 家庭作业 很奇怪吧 家庭作业 这个对学生非常好 当然 以前我们学 不管你是学数学啊 化学啊 生物啊 这些东西啊 你要学功课 要读很多书 背很多书 以前我们的 我的书都是翻到黑黑的 我在读玻璃的时候 我的书都是翻到黑黑的 因为 为什么 因为常常翻译 你不翻译 你又忘记 但是现在呢 这个家庭作业呢 这个一个功能 就是叫做homework 它的功能呢 能让我们很轻松的知道一个答案 因为它就是开了之后 它就上网搜寻 寻找它的答案 然后就呈现给我们 大概是 我没有算过 大概是几秒钟了 不会超过 十秒 很快 很快 好 第五点 第五点就是购物 当然呢 我们要购物 常常有啊 就是说 我想要买 一个 好像我这里 有一个遥控器啊 好 给大家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遥控器 那这个遥控器 去哪里买呢 我就上网 搜寻 就可以买得到 另外一个 我这里 第六点 就是找地方 有时候我们去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哎呀 这里是哪里啊 你要问人 旁边有没有人 有时候旁边没有人 怎么办 那你不用担心 你就用这个智能像头 像头呢 就看 往那个建筑物一拍 然后它就立刻的告诉你 你现在在哪 你的所在地 或者是说 你想去伊伟斯公园 那你不懂怎样去 怎么办 你找了那个伊伟斯公园的 那个图片 拍一下 它立刻告诉你 要怎么走 就是这么厉害 因为现在呢 它就把全部的一些功能 以前是分散的 现在把它全部集中在一起 连接在一起 好 第七点是用餐 如果你说 我想吃韩国餐 去哪里 我就拍了那个东西 拍了那个食物 不懂在哪里有的 卖 那我就通过这个智能的 这个摄像头 它就能够告诉我 在哪里 是一个很方便 很方便的一个东西 好 我们现在就是要利用科技来改造 以前呢 我们要出门 都是要问人的 不是说每个人都懂 不是说他不要帮我们 他们真的不懂吗 对不对 好 我们接下来看 那如果是翻译的话 我们怎样看呢 因为我现在我教教你的 等一下 我现在是教 先用那个 观灯片教 然后我会实际的用手机来教导大家 大家一起来学习 那首先呢 你要找到就是Google的这个 有没有 如果在家里上课 上这个节目的 你会看到 如果你手机有这个东西 可以看得到吗 你手机里面 你找Google 或者是Google Chrome 你会看到有一个 一个麦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相机 只要你点击这个相机的话呢 这一页就会出现的 看不到 看不到啊 真的 为什么没有 这个啊 这个东西有没有 Auntie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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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到啊 现在是在上我们的课 我有上 我有上 我在看 手机 或者等一下 你也可以 我们先看这里 因为你有两个手机 你可以看得出 可以看得到 两个手机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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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就是这个 好 那我们继续来看 这个东西 OK 那你当你按 点下这个相机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这一页 我这里是用英语的 你可以 如果你是中文的 就有全部中文 嗯 然后呢 你就对准你要翻译的 好像这里是说 我要翻译 选择这个翻译 你对准你这个文本 不管是课本也好 这个也好 你要对准它 然后你再按住 那个中间的 这个圆圆的 这一点 这个相机 你一点下去的时候 它这里是自动的 自动的 就是英语 转成中文 你会看到 这边这一页 是英文的 你看到这边 它就立刻翻译成中文 嗯 就是这样厉害 然后 你这里还可以做 全选啊 或者只是要听而已 你按这个 你就能够聆听 好像你点击这个 它就可以把全部 这里所看到的 这些文字呢 也读给你听 好吗 这里呢是 跟你的朋友分享 就是这样 好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页 好那个第二页呢 这里是阅读 我这个东西 阅读 文本阅读 这个 那同样的 我们就要选 这个阅读 现在你可以看到吗 等一下我会用实际的 跟大家 再做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选择这个 这个文本 中文是文本 看着你要的东西 把它拍 按中间拍下去 然后你拍下去的时候 它就会变 它就在你手机里面 会出现这样的 一个屏幕 然后你就可以 点击这个 聆听 它就可以把 你拍到的 全部阅读给你听 好 嗯 好 那 另外一个 第三个就是 搜索功能 搜索功能呢 同样的 你就对准 你要搜索的东西 好像我现在 对准的这个是 一碗 拉面 好 你对准 那个拉面之后呢 你就同样的 按住中间这个 你一点击时候呢 它就会 拍到这个拉面 然后会出现 这些建议 这些建议 你在把它往上移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这一页 有没有 好 这一页就是拉面 看到吗 那你可以选择 你所需要的 餐厅呢 你要去的什么地方 你在里面呢 你只要你点击 好像这个拉面 我觉得 这个好吃 那我要吃这个拉面的时候 你点击它 那它就会把 它的那个 餐厅的名字 呈现给大家 好 有没有问题啊 到现在 我想问你 如果我们点击 那个拉面的时候 它只是出 放上这个 照片的那个 拉面的餐馆的名单 而已 它这里只是 看这个图片 然后给你 最相似的 但是 不一定是说 你拍到的这家 就是 它能够介绍 一样的那个餐馆 你还要去 对照一下 好 然后我们再看下一页 我们这里 同学 就是搜索 search 拍一下 对 对着那些东西 拍一下 我这个 拉面是 拉面是这里 一个图片 我都忘了 在哪一个图片 这样的 这样的一个图片 我这里一个 这个杂志 这里我就把它拍下来 然后它就会出现了 好 那我们继续再看 这个是 作业 家庭作业 家庭作业呢 我这里就有写了 如果你有一天 一个作业 好像这是 这个是 2x2 3y 4y 这个数学 如果你有这样的一个数学 答案是什么呢 你只要选择 家庭作业 这个作业的功能 你点 你点击的时候 它就会拍 第二点 你就是按这个 这个博士帽 你点这个博士帽的时候 它就出现这个框 把这一个 这一系列的字 拍下来 当它拍下来的时候呢 它就会出现 这个 这一页 它拍的时候 它就会出现在下面 然后你把它拉上来 就是刚才我手写的 这个是我手写的 但是用这个电脑 它搜索 就是刚才跟我所写的 是不是匹配 是不是一样 如果你看到一样呢 它的答案就是 两个x的平方 再加7 再加7个y 就是它的 那个答案 有没有看到 这就是内容 这个就是答案 所以 有些学生呢 他现在说 如果要写论文 怎么办 写论文 现在作弊的 真的是太厉害 最近 我在跟大家 分享一个 刚刚在 几个星期前 谷歌他们又推出了 不是谷歌吧 我忘了 一个叫做ChatGPT的 有人听过ChatGPT 有学电脑的人就知道 ChatGPT 它是太厉害了 只要你把你的问题 塑进去 在几 一分 一秒钟 两秒钟里面 它就把你的答案 全部出来 如果你要写一个论文 它也能够帮你写 而且写得很好 语文 写得都很好 不管是中文英文 它都能够这样做 这太厉害了 手机它教你啊 不会啦 但是呢 因为 因为这个东西啊 如果是真的要考试 你 考你怎么写的时候 你上面没有 没有资料啊 就完蛋了 你功课是在家里做吗 老师不知道 你做业做 但是真的考场的时候 就是不能够靠手机 靠什么 就靠我们自己 但是我现在是跟大家分享 现在的科技太过发达 好 我们继续来看 就是 接下来就是购物 Shopping Shopping呢 如果我在 一个杂志上 好像我看到了这个包包 我很喜欢这个包包 但就不知道这个包包在哪里 那同样的 我就按这个购物的这个按钮 这个键 然后就对准 我想找的东西 就按下去 它就会出现了 好像这个包包 多少钱呢 这里所看到的 200多块也有 79块也有 是要继续看的 里面去查一看 好 这个它就可以帮助我们看了 因为很多相似的包包 我们当然要找到一样的 好 好 我们继续来往下看 接下来的就是 查寻草地点 寻草地点很简单的 就是呢 如果你是 有一个图片 有一个图片 你看到这个图片 你点 你点击这个图片 请找地点 你点下去 打着你的手机 对准你要拍的 然后再按着这个相机 再点 再点下去的时候呢 它就立刻把这个 鱼尾丝 拍下来 然后呢 它会告诉你 这个鱼尾丝相似的地方在哪 当然我们都知道 是在我们的市中心里面 好 这个就是 其中的一个方法 那如果 我们走在大街上 哎呀 这个建筑物啊 这个主屋大牌几号 我也不清楚啊 我们通常都要走很远是吗 去看呢 那个大牌是 原来大牌55 这个大牌是57 那我要去大牌60 我要走多远 有时候我们真的不知道嘛 但是你可以用这个谷歌的 这个摄像头 对准那个建筑物 它立刻呢 就可以告诉你 这一个建筑物大牌是多少 这个很厉害 好 所以你看到这个照片呢 它对面拍下去 那这个说是大牌520 等一下我们出去的时候 你可以用你的手机 去到路边你再拍一下 你可以看得到 它会告诉你 这个地址是哪里 好 最后一个就是 我们要餐饮的搜索 如果我说我看到这个 哇 这个 隔壁很好吃 那去哪里找呢 我只要选择这个餐饮的 同样的拍下去 它就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答案给我们 好 是不是很简单 好 现在呢 我今天要跟大家 用我的手机来 试一下 给大家看 把它模拟一下 用手机 先把 这个共享 等一下 再把这个共享 停一下 停了 stop sharing 好 那我用我自己的手机 手机来看一下 手机在哪里 等一下我分享 我的手机 Gary 我需要你的帮助 OK Multiple share OK 好 没问题 Screen 可以看到我的手机 的屏幕了 有没有看到 下面这个东西 手机下面 这里 我的手机 是在这里的 你们可以看到 这里下面一个 这个东西 你指的是哪一个东西 你现在看到 我手机的屏幕吗 看到 有好几个icon 你是指哪一个 下面 Google这里 有没有看到 下面 这里 下面的 OK 摄像头 看到吗 你按照这个摄像头 有没有 我这个摄像头 可以看到我们前半了 好 那第一个就是 我们先来看翻译 翻译呢 我这里有 我拿一本书来看一下 这里英文的 这个我要 看一下 这个呢 已经翻译出来了 然后他可以让我全显 或者是我要听 现在我先点击这个听 有没有 看有没有声音出来 有没有听得到 可以啦 因为可能通过网络的关系 它会慢下来 好 可以吗 你们大家有手机 可以试一下吗 你用你的手机试一下 可以找一个东西来翻译 好 OK了 我们看第二个 第二个来等一下 我们再点击回去 找第二个 第二个的话 我们先 看这个 然后我来听一下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好 简单 可口得让人 因为可能是网络的关系 所以他就不能够读到 把它阅读出来 但是如果说 我看到其他的语言怎么办呢 我这里有一本日文的书 来我再 再拍一下 然后呢 就是他这里也可以翻译日文 有没有看到 听不到 老师我想问你 如果你从日文翻译到这个中文或者英文 你要选择那个日文翻译成经中文 对如果是说刚才我们翻译 好像这里我选择了翻译 然后他就是 你看他直接的 是不是 直接的上面他是写日文 日文变中文 那么我们需要先选择这个 乐文到中文那个功能 才可以做到这一点 不用他是自动的 自动的 好像我再看一个是英文的 你看 对吗 他立刻就变成了 英文变中文 如果他要变成了本文呢 他不会变成日本文 他我们因为看我们的手机的设置 如果你是要把英文变成日文也是可以 好像他现在是英文变中文 然后你可以选 你这里要选日文 然后我就选日文啊 所以我们去那个setting那边选是吗 对你在用的时候 他立刻变成 你看你没有 中文变日文了 好 他是什么语言 他都能够变 厉害 老师 如果是人写的字呢 会吗 手写的也可以 也可以啊 你能够写出来他就可以 OK 谢谢 我现在没有手写的 好 那功课呢 功课我这里没有功课 没有功课不能够 shopping 好 来 好像购物呢 我现在要找这个瓶子 好 我要买这个瓶子去哪里买 我点击一下 它就会出现了 几秒钟的时间 然后你再把它拉上来 有没有看到 我屏幕这里 不同的 不同的公司 他卖不同的价格 这个大概是26块 21块 21块 那你可以选啊 是不是这个 同样款式的 如果是同样款式 这个大概是 21块到26块之间 当然我们是要买那个最便宜的 没有人会花27块买 同样的东西 好 然后地方呢 就好像说我要去某个地方 好 我没有图片 对不起 如果是 这个吧 这个富士山 他这个富士山拍不到 靠近一点 他是找书出来 一样的 大概这里也是有啊 富士山啊 他是可以找得出来 但是因为我这个图片是太小了 不是 那个地 找地点 所以找不到 另外一个呢 我现在给大家看的就是找食物 烹饭的 我看一下 这里有 我找一下那个 好吃的在哪里 对不起 我花一点时间 这里没有 那我找 烹饪的 好 我这里有烹饪的 你看啊 推出去 如果我是说要找这个的话呢 我按下去 柠檬鸡啊 嗯 好 他先拍柠檬 他拍到柠檬了 他没有拍到那个 那个鸡 他还是拍到柠檬 没有拍到柠檬 先看这个吧 看这个 看有没有 这个有啊 他就可以 告诉你 他刚才所拍到的 然后比较 是不是这样 是不是很厉害 OK OK好 那我们再回顾一下 刚才呢 我停止分享 停下 那我们就回到刚才的 刚才这一页 忘了分享 有点慢 大家看得到吗 看到我的屏幕了吗 看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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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慢了 好 那刚才我们有讲到最后的就是找餐馆了 所以再回顾一下今天我们学习到的是什么 就是说 什么是智能镜头 然后怎么样用它 我们也学习到了它的对我们的好处 还有呢最后是现在怎么去学习 通常这个我们的应用程序 这些都是要不停的锻念 因为如果你没有用的话 你会忘记 好吗 没有问题 我在用英语的跟大家讲解一下 英语的可能就会快一点 好 好 很早安 正好 我现在要分享 我将在英语的 会保留给你 如何我们可以用这个 Google Lens 好 Google Lens 这个是其实在2017年在2010年 他们已经使用这个Google lens 是个比较安装的app 在我们的Google phone 不只是Google phone 是安装的 它是安装的 他们用了一个镜头 they will capture all the image and then they recognize it and convert it into text or object or whatever so even if you see a poster on the street if you want to copy the poster not just take a picture but you want to copy the contents you can just use your google land and take a picture once you take a picture you can convert into text and copy and paste into your whatsapp or your telegram or whatever or in your document you can do that yeah very easy and today all these functions have integrated into google chrome or google search engine so you don't have to install a new one you don't have to install a new app it's already embedded so when you when you buy the the handphone is already inside there okay so what are the function of this google lens uh at least here is about seven main item seven button but actually um i checked on the website they have 14 so much 14 but these are the common one the first one is to uh translate the language so wherever you go like whether you're in thailand cambodia in india uh where else middle east arab world you can go to italy then certain words in italy italian you can't you can't read and write you can't pronounce you can use these google links to help you so um you can read any text that you don't understand because if you have this uh auto detect function sometimes we do not know what language is this so we can use the google lens to help us to translate okay second one is the text reading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read certain text you can read certain text and then um because maybe the text is too small yo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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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n't see it so you can use this google lens to uh read for you okay yeah the third function is the most common one is the search engine or we call search function you can search anything or uh whatever you want you can search it or certain thing that you don't understand like certain fruit certain um articles certain equipment you don't understand you just take a picture big enough for this uh camera to capture the picture you can explain you can uh tell you what this is so it's very very smart okay uh the reason behind why they are so smart because google have already have a very big data they already connect with a lot of search engine together the search engine is very powerful and today a lot of things are in ai u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in future maybe you don't need a lawyer or doctor you know when you're at home uh stomach and you just key in what happened to you right now they can tell you roughly what happened to you or if you have a lawsuit you don't know whether you win or not you just key in into the system uh right now we have this chat gpt you can just key in your case they can explain to you or even if you write something that uh a certain document that you you are not good in grammar never mind you just key in for you it can correct it for you so using uh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today is very very competent and right now this google land is also using ai but it's much a simpler one not so complicated okay okay so next one we are looking at uh besides search function we have homework all right this homework is like can help your children uh solve some uh difficult question and even um need to write article you can come up with something right i do not know why they have this function so interesting okay number five is shopping shopping is uh wherever you like for example you want to buy certain uh over here i have this uh cleaning solution or this infection uh this in this infection is what i can't remember okay anyway you don't know the brand right but you want to buy you can take a picture and then you can uh you can show it to you where to buy it okay okay the other one would be find places find places find places is like yeah i got one ah yes uh can you come and see no sorry eight o'clock after eight after eight oh are we in the sorry yeah maybe you're talking to someone else not me okay so find places is numbers number six if we travel to somewhere we need to find something find location we can use a find function uh number seven will be dining dining is where you want to go for your mail yeah not sure you can just you know look at the picture you just take a picture of it and then you can give you some suggestion it's true sometimes for me i don't really go around to find uh so i'm a bit dumb where to go i'm not sure where to go but with the help of these tools it can help us yeah it helped me a lot when come to find places to eat okay um look at the first one how to translate language um first is just look for this google lens okay if you have a google chrome you just look for google chrome uh search the google search that home page you have this camera one is a mic the other one is a camera so you just click on camera they will show you this search engine right and you choose the very first one translate over here translate will translate any language that uh you can detect so it's automatic you just search it just change to automatic you can translate from english to chinese or if you know other languages or you want to learn other languages you can translate the languages that you want you just need to select okay like over here uh it's english to chinese right so i can change the language over here okay i can change the language so long as uh the translation app you see this translation app the g and the one this is the google translate uh translation app inside there is about 100 over languages for you to choose you can you can translate any languages so long as what's inside the app so it's very powerful okay next one reading text you can read anything so long as you can capture a picture you can read anything like i have this small little booklet here i just turn to text and then aim at it you can read to me here this button say click on listen you can read it out okay right the next one is a search function same thing search function is you just take a picture you can search the food that you want that they will show you here uh all the recommender and then just need to screw up scrub the page you can see the good all right next uh homework right this is handwriting can you see my handwriting here 2x squared plus 3y plus 4y i can make a list handwriting handwriting you can see yeah you can see okay it's my handwriting you can recognize handwriting doesn't mean you have to print all right this is a handwriting once you aim at it click can come give you the solution it's a simple mathematics question i think it's 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one 2x squared plus 3y plus 4y what's the answer is 2x squared plus 7y and this answer solution so if you are a student you don't know how to do it last time all right now it's so easy so you can tell your grandson you cannot fail because your handphone can help you right okay the other one will be shopping so uh click on shopping button this card look at this card it made the the bank that you want to buy and then you click on it it will show you so it's compare their storage and their actual picture you can compare right and then you can tell you estimated price sorry mr ko the one you say is that every time aim at the picture don't click at it aim then whatever function you want just click it says shopping you just the picture uh you don't click at the picture but aim at it then click at shopping after you click at shopping what happen then you click again shopping again repeat again no uh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go shopping right it's just uh-huh choose a shopping button first ah yes yeah then after that aim at the item that you want to buy uh-huh and then click on the button here in the middle there's one button there oh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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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m at it first that one is the last to click now no yeah yeah okay so why we choose shopping because we want to narrow down for the for the app to choose yeah of course whatever you search it will give you the last on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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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milar one yeah okay so the next last two is find places for example if you want to to go to the melayan you click at the picture and then it will show you the the best matching uh marina bay like this at marina bay uh last time we call you one uh uh so it's that place uh right okay the other one the number number four picture here number four you see point at the building and the result will appear immediately so it's like wherever you are you can just aim at the building take a picture i mean scan it straight away they can tell you this is number or building number okay over here the in this picture is block five two four so just now i was uh on my way here i aim at one of the block here yeah block ten is just nearby our uh coffee shop yeah yeah just i was here uh i took a big took that aim at it and it showed me it's block ten right so the last one here is uh dining search you're going to eat certain food like wow curry i want a curry so you just go to this uh the last one the meal the milk the fork and the spoon i know this is a fork and the knife yeah and you look at the image picture you say take a photo of the food or menu then once you click on it it will show you the best close one of course may not be 100 percent you depend on the picture how you look like okay so this is what we have done um if now i can do uh a share okay let me share just in case um okay i unshare this first stop sharing so that i can share on my screen it's slow okay i'm going to share using my mobile phone okay you see my screen right okay you can you can see at the mobile phone screen there's a camera at the bottom here right this one is bottom right this one attach and it show me the the screen for example right now is default is always in the middle search so i search my water bottle i click on the middle and then it will show me the result so the closest is over here the result of straightway it's under lock and lock rent 21 to 27 dollars okay so sorry so you just click on the item yeah oh no sorry just now that one oh repeat again please now sir you you hold on that because my phone run out of bed where's my sorry my handphone run out of battery yeah thank you i got a very powerful team here so sorry okay uh let me go back to share yes i go to google land i put search and i've got so many images and screenshot how to delete it delete so many images and videos how to delete it uh delete the photo is in the history yeah in the history how you delete it how to delete i have really have to look at what is your picture i mean uh how it look like the screenshot i can see all the screenshots and the video and the maybe later on later on i i i give you some time to share this many sheets of this one first okay we look at the camera all right and i can aim at any of the text i can choose translate okay engl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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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i click on it although so because i choose japanese so you will turn to japanese right so if i choose the language here into chinese right so if i choose the language here into chinese it will translate for me sorry sorry uh in chinese so once in chinese i can listen to it if i press listen okay yeah a bit soft but it can work right uh mr tan i i'm not sure but every time you have to take a photo not say aim at it i must click inside then you can take a photo then you can translate for you ah yes of course of course where do you take the photo you just press inside there's no lens to click or what no no icon to click actually when you when you go around it you already translate for you it's so so fast yeah automatic in fact automatic you see if i if you look at my look at the screen or not it become chinese then i move the chinese yeah here is chinese to chinese because default english straight away you go into chinese of course when you take a picture it's select for you then you can uh for example if i want to only read certain words okay then i say listen then you will read for me only that highlighter word okay that is the whole purpose behind no what i want to know you take a photo missus you aim at that particular section then you click on it is take a photo with it yes okay and then and then you can read for you whatever you've taken you see right now on the screen is reading the words for me ok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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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t's go back so text search function very common i can search this bottle right i can search the bottle coming up then homework homework just now i demo already for example shopping okay now if i want to buy uh this microwave machine microwave oven so i just aim at it take a picture of microwave oven then you can show me how much it is it can be range from 35 dollars to 62 dollars you know so or some even that 399 i can see that you and you shoot the bloody uh michael win now he never show the blend at the shop no no i did show the blend i just show i just uh take any picture just focus on the the microphone micha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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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 yes for example now i take again can you see my screen or not i don't want to see toshiba i just aim at it and if the picture is too small yeah so now it's only because it's not clear yeah or how about a big sheet yeah take a picture of a big sheet okay and then you show me the result over here right can you see that it's the same color it's 85 dollars so these are the companies selling some 100 130 319 right it's almost the same yeah that's how you can search because in my magazine is uh selling at 69 to 89 yeah so the price is about there okay let's go back places places i can't because i'm indoor so maybe dining if dining if dining i have to find certain food and this magazine don't have food ah yeah okay only one page let me see only one page okay all right right now if i'm looking at this i even copy okay so you show me where i can have this coffee right yeah so it it can show you wherever they can capture right now if i want to capture this uh this this food it's slower okay these are the results on the screen okay okay so um you can practice practice uh once you practice you make perfect yeah yes can i have a question now okay go back to the homework now recently we are playing some sort of cola if we take the photo on the sort of goal will give us the solution uh maybe i don't know you can try you can try some some uh some questionnaire is it no one saying that okay we get this and maybe sort of code books so we turn to certain page we take the photo of that picture so they have this to go buzzer so we we cannot start so we want to to find out the solution so we take this photo will be able to give out the solution may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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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can help you to find a solution maybe yeah because what google does is uh he will search through all the server and find the closest match find the closest patch for you um so one last question whether you will you will we give it a try like give it a try uh you can give it a try so just now you mentioned about this uh google land beside this seven function they have another seven function all together 14 is it uh on the internet when i go into detail of this um google land you say roughly about step 14 function one of function is you can capture any um document and link to your computer then you can do that but i try because your computer and your phone must be on the same wi-fi i mean your phone must able to link with your computer then you can synchronize yeah um if what i did is uh i didn't link to my computer i just take the document then you copy into my whatsapp and then you go into my whatsapp and i from a whatsapp i can capture into my computer that's another way yeah okay any more question so i got a question uh you see yeah now we are we are in zoom then later on barry will give us the passion code but i'm using one phone only so if you give the passion code i'm in the zoom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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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ssion code is from the zoom then how do i use the google lens to scan this passion code because i'm using one phone oh no no not use google lens you use your your barcode scanner oh but i'm in the zoom then how do i at the zoom uh you know what i mean the barcode is from the zoom oh okay to scan the zoom one way is you can save the uh you can save the picture and then uh use your google lens to scan that picture oh but then if i save the picture how how to scan the picture must go to the photo then scan because it's only one mobile phone uh what i did last time was i save that bar as a picture then i use my scanner to scan it and link it oh we don't have a scanner oh okay oh don't donate uh sorry i interrupt you just need to do a screenshot uh using your phone do a screenshot of the qr code then they tell you when you're off the zoom you just press the middle the google assistant you just say google please scan qr code yes you'll go to google lens then you just scan oh that's what i did yeah okay that's what you did okay okay thank you you can take a picture first and keep inside your your gallery okay thank you okay okay好了嗎 還有沒有問題 啊 上網的 英文的哈 對對 呃上網再翻譯 你手機也可以直接翻譯啊 可以直接翻譯 不必用這個 嗯 這個apps不用已經在你手機裡面了 你不用下載 等一下我們可以分開教你 怎麼做 好 還有沒有關於這個 這個應用程序的一些問題啊 好 我剛才問的可以問嗎 現在 啊 你現在可以問 可以問 哦 我是問他在我 啊 google的google lens 嗯 看 我按那個google lens的app 你能看到很多 啊 我的images and screenshot how to delete it 哦 對哦 這個我看一下 我先把這個推出 先推出 然後google lens的 等一下 你的照片是嗎 剛才是照片 你的照片是嗎 剛才是照片 剛才是照片 好 那些你所拍的都是留在你手機裡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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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連我要delete要怎麼樣delete 啊 你就直接的把它delete就可以了 從哪裡 就是在那個相冊裡面 什麼相冊 你手機有相冊 Garery 哦 你在那邊刪除就可以了 delete這個就沒有了啦 嗯 對了 對了 你可以刪除 就在那邊 OK 謝謝 OK 好 那好 那大家我看是沒有 沒有什麼問題 最後問一個問題啊 剛才我在看這個照片的時候啊 有那個delete 就是delete 現在也是參加在這個線上的這個zoom meeting 對不起 你說大聲一點 我們這面對 我的意思是說啊 我看到那個participant有30多位啦 他其中有一個相片是delete 就是他們也是跟我們一起上線啊 對對對對對 OK 他們 他們也在那邊上課 所以我們叫大RCE有多少人 多人 我們這裡現場 RCE呢 就是 有36位啦 36位是指我們線上的 還是在你們客室裡面也包括在裡面 35位這裡是線上的 線上的 那麼客室不算啊 是的 我們這裡有246810 10多20位 我這樣那是50多位啦 加上20多大概50多位啦 今天 這樣子很好啦 你先進 恭喜你啊 那你有朋友要學習的話也可以來 把那個鏈接給他們 他們 我們可以一起上課 可以 可以 那個 那個 Gary 老師有說啦 他會把那個QR Code 放出來 然後大家用 Google Lens 來學習怎麼樣用 這個也是可以的 好啦 那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然後你們來拍這個QR Code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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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老師 OK 再見 謝謝 謝謝 Gary 謝謝 謝謝 Gary 拜拜 老師拜拜 大家可以用這個QR Code來拍啊 我可以用這個GOOGLE Lens來拍Pi GOOGLE Lens來拍Pi GOOGLE Lens完不會你看的 GOOGLE Lens來拍Pi GOOGLE Lens來拍Pi 你從來給我的 郭角 Audio拍Pi 你從來給你嗎 我在想問我嗎 我永遠不等到我 郭角 Audio拍Pi 我問你嗎 我也是想問你那個HHGLE Lens來拍Pi 我不是說 YOUTRIP 你不花$10 我不是說你嗎 TriP的 我玩了 我是说如果你需要的话,漫游你可以找M1或StarHub这些可以 M1或StarHub这些啊? 对,他们都有那些漫游的配套 哦,那个是Mobile Data 但是你说的YouTube主要是付费的 好像你在国外你要付钱 他们说扫码,什么用信用卡 你就可以用YouTube卡来还钱,直接的还钱 这个是App,我要去那个Play Store download这个App 对,它有一个App,然后呢,它是一个公司的 你download之后你要sign up 就是你要成为会员,它就会把一个好像信用卡这样的东西寄到你家 这个卡的好处就是你可以带这个卡 你可以去到日本韩国都可以用 然后你就不用有那么多的零钱啊 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换那个当地的钱币 你可以用这个先来付账啊,就是这样 这样的意思我们要放value在里面啊? 它是用手机转账的 就是说你有下载那个应用程序的时候 你可以转一千块两千块随便你转 哦 然后你回国之后呢,里面还有那些 存的那些钱在里面也可以转回来的 所以是很方便 哦 所以它的词词是Y-O-U-T-R-I-P 每一个 你说这个U-T-R-I-P 它的词词是Y-O-U-T-R-I-P 对啊,就这里啊,然后你把你的身份称打进去 也分成这个方法 你现在做了,要不然他们就 所以我就按这里英文啊 英文啊,按下去就英文啊 你按这里就按下去中文啊 有多数会有,没有的话 不是每个网站都会翻译的 有一些是网站有中文,英文 谢谢大家 我闭门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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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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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